防空洞里传出阵阵怪声 是什么动物在大打出手 他们究竟能否在洞内生存 防空洞里演绎怎样的怪客奇谈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防空洞里的怪客 防空洞里的怪客 我们经常会说任何事情发生了之后 它都不会不留下任何痕迹的 您就比如说对于我们这样的演播室而言 已经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化 可是说真的 同样的变化 我们依然会留着一些过去的痕迹 我们说当年备战备荒的年代 祖国各地所有的人都被动员起来去挖防空洞 现在有不少地方还都有防空洞的遗存 在有些山区如果有这样的条件的话 把它改成一些养殖场 搞特种养殖 那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用处 福建省清流县的松西镇位于武夷山脉南侧 在离镇子五公里外的山林深处 这里的几座防空洞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这边一个洞 那边也还有一个洞 在我们这边有好几个这个山洞 那我们就放在其中的一个 像这个这样子的山洞里面 这个洞有多长 像这个洞可能有几千米长 一公里多 一公里多 它纵横交错 好几个好几个石口 据当地人介绍 三十几年前 一家企业在深山里建了这座防空洞 企业搬迁后 防空洞就废弃下来 可就在2007年 马建辉却频繁出现 并在这里住了下来 这些无人问津的防空洞 突然成了当地人关注的焦点 然而他们关注的是 防空洞里老是传出一些奇怪的声音 时间久了 什么动物能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 防空洞平时不欢迎大家去参观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跟着马建辉走进防空洞 洞内很暗 里面只有少数灯光 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这声音有点像小孩的哭闹声 他告诉我们 这里养殖了足足三千多只竹鼠 竹鼠是老鼠吗 为什么会有数量这么多的竹鼠 养在防空洞里 为了能够对竹鼠有个详细的了解 我们找到福建省农民大学的 王寿坤教授 向他请教竹鼠的相关知识 竹鼠啊 它是属于猎尺动物类的 这个一些食性非常特殊的 一类这个动物 它主要是吃猪子 还有其他的这个植物的根茎 为主食的这样子的一类这个动物 竹鼠又称竹梨 竹根鼠 东毛老鼠等 鼠哺乳缸链齿木 竹鼠科 所有的链齿类的这个动物啊 它都有上下和一对的这个门牙 但是它没有犬牙 竹鼠主要栖息在黄河以南 生长竹林芒草的南方各省 在当地 竹子及芒草资源丰富 竹鼠的数量也不少 不一会儿在半山腰 村民找到了竹鼠的洞穴 竹鼠学居通常用土封住洞口 不是经验丰富的人是很难找到的 我们挖开洞口 没有看到竹鼠 只看到在洞穴内留下的粪便 虽然山上有野生竹鼠 但要说到养殖 马建辉却是当地唯一的疑惑 是什么原因 让它在防空洞里 养殖数量这么大的竹鼠呢 这种方式能养殖成功吗 2007年 做木材生意的马建辉偶然得知 一只竹鼠能卖200多元钱 经济效益比较高 他打听到湖南的竹鼠养殖 比较成规模 于是赶往湖南买回500只 打算从事竹鼠养殖 因为竹鼠洗阴暗潮湿的环境 大规模养殖的场所不好找 就在他犯难时 突然想到小时候玩耍的地方 经常会去冰洞里面玩 那我们第一感觉 那洞里面就是冬暖夏凉 气温是 然后它冰暗 竹鼠是打洞穴局 防空洞里的温度环境 具备洞穴的条件 应该很适合竹鼠养殖 像福建的山区 海拔比较高的地方 又有天然的饲料的来源 这样的地方都比较适合养殖 这个住宿的 像冬季最好不要零度以下 像夏季最好不要30度以上 竹鼠被安置在防空洞内 可谁料到几天后 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情况我们就是说 放下去我们没去很小心 去注意看它了 在我们这么多的肉 再倒回来看到 已经打得非常伤了 肚子伤啊脚伤啊 到处咬到西班牙 防空洞里圈了一块空地 再回来的竹鼠都放在一起 扎堆的竹鼠却互相撕咬起来 打斗的场面十分惨烈 看到我们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打得那么凶 因为我们也不懂得 之前也没见过打那么凶 马建辉赶紧把打斗的竹鼠分开 可是已经有不少受了很重的伤 甚至还有被咬死的 直到这时 人们才了解到竹鼠是不合群的动物 也只有从小一窝长大的 才能放在一起养 原来不是一个同一窝的 那么它也要把它喝在一起 那么喝在一起的过程当中 这个它有的时候会打斗啊 会追逐啊 就会发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声音出来 养殖场的员工赶紧找到 治疗外伤的药 给打了败仗的竹鼠涂抹伤口 竹鼠的两个门牙十分长 十分利 并且打斗时毫不留情 一旦受伤 伤势都很严重 还不仅仅这样 过了两天竹鼠不但不吃东西 在清点数量的时候 发现少了不少 竹鼠究竟上哪儿去了呢 第一次养竹鼠就弄得狼狈不堪 马建辉能顺利养下去吗 防空洞内揭开神秘面纱 非常特殊的一类这个 群架过后集体出逃 他们究竟能否在洞内生存 防空洞里演绎着 怎样的怪客奇谈 请继续收看走进科学 防空洞里的怪客 这是自然状态下的竹鼠 他们把头埋进土里 拼了命式的刨土 用脸和身体推开挖出的土 堆在洞口 不一会儿功夫 就能找很深的洞 竹鼠的牙齿也十分厉害 土木头或竹制品 都可以用牙凿开 防空洞里的竹鼠 就是找到了打洞的地方 才逃之遥遥了 马建辉在防空洞里 用砖块做底 垫起六十厘米 乘六十厘米大小的水泥隔断 把竹鼠隔开 这些水泥材质硬 竹鼠不能挖洞出头 上次的折腾 损失了一百多只竹鼠 他们精心饲养着剩下的竹鼠 从周围砍来毛竹 在皮成小块喂他们 在喂食中也了解到一件有趣的事 竹鼠它不喝水 因为它的水分 都是来自于植物里面的根茎 它没有像我们能量喝水的习惯 竹鼠从不喝水 它的水分摄取就来自于食物 它觉得甘蔗含水量和含糖量都很高 用甘蔗来代替竹子可以改善竹鼠的生活 养殖人员买来许多甘蔗 提成小块喂竹鼠 满心希望竹鼠可以长得又圆又大 不成想几天后很多竹鼠得了肠颜 陆续死去 大家仔细查看养殖的各个环节 发现问题就出在甘蔗上 甘蔗水分太高 竹鼠它本身是靠粗纤维来帮助消化的 你太论肠了 可能对它也有影响 那就变成很容易很容易长颜 吃甘蔗容易导致长颜 但是防空洞里总有三个月是比较干燥的 竹鼠此生不能通过喝水来增加它的水分 怎样才能提高防空洞里的湿度呢 到后面我们才想到说 撒水增加空气的湿度 不要去增加它喂食的水分 通过撒水蒸发水蒸气 维持空气中的湿度 解决了这一问题 没放松几天 防空洞里就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竹鼠属于粮食类动物 终身在长牙 眼神环境下的竹鼠靠着打动 啃咬竹根树根来帮助磨牙 而人工养殖的竹鼠少了这些磨牙的机会 牙齿一直处于疯长中 一不留神就长太长了 这也留下了致命的隐患 牙齿长得太长了 那它就不能进死 不能进死它就很容易死掉 牙齿过长 顶到上下嘴唇 没有办法进行咬合 导致竹鼠不能进食 养殖场的员工每隔几天就要像这样检查竹鼠的牙齿 一旦长了就要用钳子剪掉 由于细心的照料竹鼠住在防空洞一天天的长大 判定人工养殖是否成功 其中一个标准就是能否在饲养的环境下顺利产下小崽 它是一种高产的猎齿类的动物 一年一般可以产三到四胎 那么残宰树 总的残宰树呢 可以有这个二三四头 或者更多 通过一年的努力 终于等来了竹鼠蝉仔 可在防空洞里却发生了一件蹊跷事 前一天产下的三只小崽 第二天一个都找不着了 难道刚生下来的竹崽就会打动逃跑 马建辉把养殖场里里外外找了个遍 就是没有任何蛛丝马迹 刚产下的幼崽到哪里去了呢 第二天一早 员工王甘寿来喂食 他探头往龙里看 眼前的场景令他十分震惊 有的是不见的 有的还剩一点点头 或者是什么东西 基本上枕头给他吃 那等级是给他吃掉的 有的枕头没掉的 就给他枕头全部吃掉的 他枕头会吃下去 竹鼠居然在吃自己的幼崽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 大家都被搞懵了 当时世界都不可思议 我们古话讲 辅读不识字 县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站的周自立 是当地对于野生动物最有研究的人 心急的马建辉向他求救 拉着他到了防空洞 仔细查看后 周自立认为 竹鼠会吃自己的幼崽 可能有几个原因 第一种概念 我们就讲 可是会不会营养不良 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然后第二种 会不会受到惊吓 受到惊吓 它没地方跑 第三种可能 可能就是说 这个鼠 这个竹鼠啊 启发水分 周自立觉得 竹鼠不会无缘无故地吃掉幼崽 一定有特定的情况发生 但是竹鼠在当地 水也没养过 要怎么才能知道真正的原因呢 本想高枕无忧 却厄运连 吃掉幼崽是何原因 他们究竟能否在洞内生存 防空洞里 演绎着怎样的怪客奇谈 请继续收看 《走进科学》 防空洞里的怪客 你看竹鼠也是 长大了 不是很讨人喜欢 尤其那两个大牙 看着让人害怕 但是小的时候 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 天然呆呀 发萌的感觉 对吧 可是这么可爱的东西 它妈怎么就能够狠得下心呢 有人说可能是它生产的时候 我们惊扰到它了 你比如说猫啊 兔子啊都会这样 它在捕鱼下一代的时候 你如果自己去偷看的话 它就会把它的后代给咬死 它觉得沾染了别人的气味了 也有人可能说呢 是天气的缘故吧 但不管怎么说 发生了这种事情之后 那当然是养殖户受到了最大的损失了 这些年来做事情一直不顺 好不容易想到了特种养殖 没想到一上来就遇到这种事 那接下来这事还干不干了呢 通过周自立的讲解 大家认识到 人工养殖竹鼠最难掌握的 其实就是产载问题 这是必须攻克的难题 否则前面的努力也将化为泡影 但是大家越着急 越是找不到原因 直到有一天 员工有了这样的发现 一旦我们这人过来 不懂话他来参观 我说我盖住的是下窄的 那他又不知道 因为我刚才下下来才两天的 那他给他打开来 打开来一看就惊到他的 然后第二天我就看就给他吃掉了 住在附近的人很好奇 养竹鼠这事经常来看热闹 大家都断定 是人打扰的多了 使得母鼠惊吓过度 吃掉了幼崽 这也与当时周自立说的其中一点吻合 周自立听了也认同 这个竹鼠啊 它是像老鼠一样在营血局生活的 怕光 怕光线 怕草 怕声音 之后 来防空洞参观的每个人都被告知 要动静小 声音轻 可是这些叮嘱却不太管用 当时好好好 记忆里面忘记得了 他给你自己翻一下 那边翻一下 说话就更大声 防空洞的位置远离人群 平时没人来的时候很安静 周自立提醒 要想解决吃仔问题 应该早采取对策 周主任提醒 提醒以后我们就觉得可能也是 那就把 就有一段时间那就不让人进去参观 就就斗结 斗结人进去 从2009年开始 防空洞就不再让人参观了 平时都是紧锁着大门 一些原来不知道这里养竹鼠的人偶然经过 听到里面传出的声音 经常被吓一大跳 网上是有点恐怖 为什么 在里面 一直叫 一直叫 整个防空洞都是一直叫 实在多 我跟人家 叫起来好像 给人家一种 好像很刺激 不让人参观 不让人参观后 在防空洞里养殖的竹鼠 不但不吃仔 产仔率反而提高了很多 幼鼠多了 经常要人为给幼鼠增加营养 喂些葡萄糖 防空洞里四季都恒温 少了最热与最冷时 不产仔的因素 竹鼠每年都能多产一胎 增加了效益 在周自立的建议下 他在防空洞外面 利用竹鼠的粪便 养起了蚯蚓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就这是竹鼠的粪便 然后拿了两蚯蚓 是 竹鼠的粪便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样子一个节省成本 第二个也更 这样子做一个对环境污染也减少 可以做到零排放 像我们这个养殖上 当地有一种野生的石蛙 生活在山泉洞穴的石头缝里 喜爱阴暗潮湿的环境 2010年石蛙被引进 在防空洞里养殖 这是防空洞里传出的 另一种怪声 由于石蛙必须吃活体的虫子 于是就想到 用竹鼠的粪便来喂养羞蚓 用竹鼠的粪便 培养一些石蛙 所需要的天然的额料 把这个粪便 排到外界的粪便 可以直接的利用 对我们这个减少污染 也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是一举多得的一种 生态的养殖的模式 现在马建辉在防空洞里 养殖竹鼠和石蛙 用竹鼠的粪便来养蚯蚓 作为石蛙的饵料 有效地利用周围的资源 科学又环保 它本来养殖竹鼠 为的是自己能增加收入 却利用已经废弃的防空洞 养竹鼠变废为例 又增加了石蛙养殖项目 一连串的举动 促成了良好的生态养殖环境 人防公室 在我们祖国很多地方都有 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废弃掉了 那真的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 当年耗费的人力物力 这些东西累加起来难道不是金钱吗 我们怎么该把它好好的利用呢 我觉得今天咱们故事介绍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而且据说人家现在不单单是养竹鼠了 还养像石蛙这样一类的特种养殖 并且利用饲养的动物的这些粪便 再来进行蚯蚓的繁殖 可以说它已经进入到了可循环经济的模式当中 当然从目前的角度看还是最简单的一种 我们也希望它的产业能越做越大 能够把循环经济真正深入到它这个企业当中去 形成一种创新的力量 形成一种全新的模式 带动更多的人走上知福之路 好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 有人说它是魔鬼 因为曾经的事故让很多人背景离乡 饱受病患的折磨 有人说它是天使 因为它的出现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更清洁 它就是核电 魔鬼与天使应该就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系列节目 核电工程风云路第一集 走进核电站